我们来看下一条 75年前台湾光复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重回祖国版图 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成果 是属于两岸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 18号上午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视讯交流会 将南京与台北在云端相连 两岸专家学者嘉宾共同回望 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 希望携手护卫和平 共创未来 此次视讯交流会的主题为 铭记民族抗战史 共互和平谋未来 开场 南京方面播放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 在83年前拍摄的 记录清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珍贵历史画面 引起两岸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93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 透过视讯表示 两岸同胞要共同携手维护和平 日本侵略在清占台湾五十年 对台湾同胞也造成了极大的 台湾自乎以来 就是我们固有领土 我们和台湾同胞 要一道 明镜 这个共同的 系列实的 意识记忆 共同 视讯会采用南京台北轮流发言的模式 两岸的专家学者在缅怀先例历史功绩 回顾共域外武的英勇斗争的同时 也不约而同地表示 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台湾光复 日本侵略者在海峡两岸都留下了斑斑血迹 反日抗暴的历史作为两岸人民的共同记忆 都需要被铭记 两岸也应加强在档案史料方面的共享和共同研究 共同做好传播抗战历史的工作 而民进党当局对于历史的不尊重 极力抹灭台湾光复这段台湾鲜贤的光辉抗日史实 以及所谓去中国化的政治操弄 也遭到台湾方面与会者的强烈批评 今天我们看这个历史 必须要很冷静地面对 它的事实 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天 民进党政府对这个历史 不只要遗忘 而且擦肢抹粉 你完全看不到它的真相 今天台湾一方面 或者台湾方面 它要去中国化 要断绝台湾跟中国大陆 血水的联系 也要把他们的历史切割 那么今天我们要庆祝光复节 我们要强调着光复节 就是说明这1945年台湾又回到中国的版图 要用这个历史的历史 我们要用这个历史的历史